我知道很多的在音乐学院里面 学艺术歌曲的人 一定要唱黄有力的歌 包括什么《当晚霞满天》 什么都很多的 可是到今天的流行音乐 我不晓得这里面 有没有它的元素 其实是非常很难去判断的 我们看一下黄有力的 他的百岁的人生 我们看到他的作品 包括阿里山之歌 这就是高三清吧 对不对 也是他创作的 伟大的中华 归不得故乡 这些都是 他的荣誉呢 其实他还得到了 国家文艺特别贡献奖 还有行政院的最高文化奖章 甚至高雄市的文艺终身成就奖 因为他最后搬到高雄去 他的晚年都在高雄路过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他到底他的后半生在高雄 我们来看这个报道 他们现在说 左区需要版权 你演出要收钱 我不太赞成 我说一定要音乐教育普及之后采用 所以我在遗嘱上面写明 我不是反对收版权费 但是音乐教育还不普遍 以前不能收 所以这样而已 所以第一个退出香港的版权协会 谁要做CD 谁要公开唱 不收钱 因为我需要收那个教育的效果 到了台湾 他没有选择在台北 他留在高雄 所以也是一个边缘 他一生好像都刻意让自己 站在舞台的边边 他不想站在美光灯 聚光灯的中心 我们有话会 他们会来参拜一下 关心一下 看看你们 好高兴的心 不要出声 不要批评别人 我就白头不干 有好的歌词替他们做 所以我去到每个地方 每个地方有能够写诗的人 我都帮他 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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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的民歌他把它变成合唱主曲 他这一点我觉得他实在是太厉害 他台语都不懂 他就是这样能够选出那么好的材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写遗嘱当时我很惊讶 在遗嘱里面谈到几点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不发负文 那么不通知亲友 而且要把这个慈世的事情 当作是一件喜事 不要把它弄成很悲伤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 三 二 好 流淌的孩子在百岁终于走了 我们非常的怀念 那我就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 包括他在高雄的那个后半段的人生 他也为高雄地区做了 我们刚刚有听到 《想出的心间》台语歌曲 所以他这样的一生走过来 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小文 因为我知道 你从名歌歌手开始 然后现在担任这个制作人 你对黄友帝 你个人有没有一些想法 其实黄友帝老师的名字 就出现在我小时候的音乐课本里面 其实不只是杜鹃花 我们耳熟能香 还有我印象很深刻是遗忘 我就遗忘那个旋律 那个歌词太美了 那你说我们这一代 对于黄老师的作品 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我觉得一定是有 因为其实流行音乐 它本身就是从我们成长的背景里面去吸收养分 所以我今天做的音乐也许跟黄友帝老师是不同的 但是你说这个养分没有吸收进来吗 这是骗人的 所以我们从小听 包括我们音乐课上的 听到这些 当时我们叫范城叫艺术歌曲 对 不叫流行音乐 艺术歌曲 然后一直经历到很多的不同的时期 一直到民歌运动 到校园民歌 其实每一段时期我们都在吸收 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流行音乐 其实是一个混种的 是一个混血的一个音乐大成 有很多元的 对很多元 它里面包含了包括可能有地方戏曲 可能有比如说客家的山歌 包括可能早期这个东洋音乐的影响 或者是美军铸台的一些西洋音乐的影响 我觉得那整个的历程 其实都在我们的协议里面 所以我觉得台湾音乐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种风格 我是比较反对 我们用西洋的音乐风格的观点 来定位我们的音乐 就是我们属于什么风格 我觉得这就是台湾风格 它本来就是一个混合的 我们不能用西方观点就说 你这是爵士 是民谣 还是什么 雷鬼或是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那是西方 他们的文化背景发展出来的 那我们有我们的文化背景发展出来 那我们说台湾的音乐 常常没办法定位 那是因为西方的这个名词 不能来定位我们 确实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 就是我们的台湾音乐 就是这样 不过我们如果回到黄友帝 我非常佩服的就是他 他完全放弃他的音乐的这些版权 然后完全大家都可以 free的使用 这一点我想中 你看到他是不是一个非常大师的风范 然后留给我们无限的一个敬仰 我觉得这的确就是一种无私的心胸 在现在作曲家里面就非常让人的尊敬 就是说在身后 这个本来艺术就是应该属于我们全人类的嘛 那我个人觉得这非常让人钦佩 我们的心胸 就是我们的心胸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心胸 就是我们的心胸